我说外国人能搞的,难道中国人不能搞? 1992年9月21日是中国航天市值得被永远铭记的日子 因为中央是这一日正式缺杀实施灾人航天工程 30年来中国航天工程相计突破,掌握天地往返,空间出仓,空间交汇对接等等的关键技术 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,成功将14个23人次的太空人送上太空,占据世界灾人航天的重要一席 有媒体上以工作室就制作影片,纪念这个重要日子 3 2 2 1 连往 中国大陆大远,现在我们是首 公共战第三方,我们全力开跑 中国空间站,是太空中最闪亮的星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